物價上漲全民抗通膨 大家都要精打細算 像是要購買生鮮食品的話 除了這種當日配做優惠折扣 其實像是賣場以及超市 都有寄出像這樣子的抗漲專區 像是這種民生必需品 都有在寄出折扣 讓民眾可以審核包 從牛奶 食品 泡麵 再到民生用品 衛生紙等等 無一步漲價 通膨壓力 段期內難以消退 消費者只能精打細算 能審就審 而對業者來說 這波漲價潮似乎也很難再吸收成本 一箱一箱輕點銷家電大型家電 準備出貨 團購平台進口國外家電用品 隨著原物料運費價格仍是居高不下 實在難再苦撐 預計將會有條帳 就我們來說 可能我們的進口成本 運輸成本 甚至像是這兩年 那個紙箱的包材成本 都是不斷的在上漲當中 對消費者來說 他會更有感的 就是像比如說接下來六月 家電啊 像是洗衣機乾淨機和除濕機 是最明顯的漲幅 可能整個漲幅都還有到2%到3%不等的調漲 可能是就是進口商啊 或是平台商這邊都有多少自己有做一些吸收 那可是還是會達到一定程度之後 我們也必須要反映出來 通膨蔓延全球疫情衝擊下 再加上物業戰爭沒有停戰的跡象 股物原油以及金屬供應受到阻礙 價格持續高漲 以美國來看 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高達8.3% 高於市場預期的8.1% 創下近40年來新高 通膨率飆升也可能威脅到經濟成長 美國通膨情況略有改善 但是呢 情況還是相對還是非常嚴峻 那也意味著就是說 美國連轉會持續升息這樣的趨勢 大概不會改變 3月份的時候 歐元區的平均的 這個通膨的指數是7.5% 然後這個裡面當然有更相對比較嚴重 譬如說荷蘭也超過8% 德國稍微好一點7.2% 7.3% 事實上全世界通膨最嚴重的地方 可能會是在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裡面 特別是主要國家 像巴西超過10% 那阿根廷更嚴重 從去年到今年 它的物價上漲55% 全球性的這個通膨的情況 確實看起來是 不是一個單一國家的問題了 而台灣自然也沒有例外 3月台灣CPI年增率達到3.27% 4月份3.38% 儘管相對歐美來說 通膨壓力比較少 但央行總裁楊金龍也指出 第二季會是通膨高點 加上還有台幣貶值 烏二戰爭局勢影響之下 短期內物價難以回穩 台灣因為最近疫情比較嚴峻 那對這個民生消費 是有一些衝擊的 所以現在大概需求的力道是很薄弱 大概都來自於成本推增 也就是進口的這些原物料價格 持續的上揚 那為了要因應這種進口原物料價格的上揚 也就是所謂輸入性通膨的話 新台幣不能太弱 新台幣如果說維持一定的匯價的話 那麼因應這種輸入型的通膨 會比較有效果 通膨主要受到成本和需求影響 英美經濟體採取貨幣緊縮政策 來緩解全球性通膨帶來的經濟衝擊 專家分析台灣除了面臨成本壓力提升 還得想出對策減緩台幣貶值 才有機會減低通膨力道 TV月新文化政策 王新唐 劉宜君 台北採訪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